來 把它打開來看一看 來看一下你們的多年 全國的金箔我最大 大高 大高 水 欸 這 真的很大一片耶 真的很大耶 欸 你是上節目才放那麼大一片嗎 是嗎 我們都是整片放的 整片 它這個一打開盒子裡面 這樣就一片 那一般就濕一點點 或是傻 它是整片 沒有沒有 整片就這樣給它擺上去 不是 重點是說 那你這一碗 要不要 要價2萬8 對啊 這樣 價格來講 我保金箔成本沒那麼高 在哪裡賣 金山南路 金山南路 台北 台北 金山南路 它叫土豪洞 土豪洞 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看到 伊古拉 然後這裡那個 Caviar 魚子醬 然後底下是 汙膩 這是汙膩 對 海膽 然後這個是和牛 然後再放上金箔 剛剛講白色這個部分叫什麼 松露酸奶 松露酸奶 我最喜歡松露酸奶 等於所有的最高級食材都在裡面 來 進來一點 土豪耶 來 進來 Enjoy 吃吃看 要怎麼 要一口要 都應該都要分配到 它這每一口都是很厲害 牛肉可以沾著酸奶吃 牛肉沾著酸奶吃 或汙泥跟鮭魚卵這樣 直接破壞它 金箔直接破壞它 直接你就不用客氣 反正正常這樣 就把它破壞 破下去 它這個牛肉有點像火山的形狀 對 它這個顏色 我們是做像富士山這樣 然後金箔代表就是日光 打在富士山上這樣 它這個顏色會不會太深 不會不會 我們牛肉都是有酥肥過的 漂亮喔 熟成過 熟成過 但金箔是不是只能下一次 就是它不能失敗就過 對 它擺上去之後就會黏在水山上 那個松露酸奶醬配 真的太壞蛋了 好好吃喔 而且我又最喜歡吃烏尼 烏尼跟松露酸奶好配喔 我在弄一點 我在弄一點那個鮭魚卵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整個太高級了 怎麼辦 好香 好香 好吃 好啦 你那個下重本的 超級好吃的 這個呢 這個 這是自賀現餐那個 黑毛和牛 那個叫金箱牛 金箱牛 我們去過 我們去過金箱牛的那個 那個和牛也是很棒 還有它的松 不是 那個叫做松蓉 松蓉 對 裡面也是有汙泥 露露到好吃到整 不是啦 你問 你如果說 丸石的話 丸底會有驚喜 他說我先把它吃完看看 它裡面有驚喜是不是 那麻煩你了 你要知道我 上面有寫啦 寫什麼 丸石的話 是說吃完的話 整個人都變得更美了 OK 一口吞的 底下會有一些文字就對了啦 每次考試都得100分 那老闆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做出跟大家不一樣 就是往更極端去走 比如說我把這個不計成本 最高級 最高級就在一碗飯裡面這樣 你們這個都是中午就開始賣 我們有分中午跟中午 然後中間休息兩小時 兩點休息 然後五點開始繼續營業這樣 做晚餐這樣 宵夜 會到宵夜時間 對 我們二樓有個小酒吧 對 所以就是有點小酒館的概念 很舒服的菜 聽說有熟女婿那邊 高手在民間 都瘋掉了 是嗎 熟女婿那裡 他們就是在樓上慶生 然後喝醉了 然後直接跑進廚房 因為我們廚房是開放室 這樣 然後就直接 我們在收廚房 地板很滑 然後趙高跟鞋跑進去這樣 那結果呢 結果就請他出去 好 他這個差點滑倒 危險 很滑 旁邊就是油鍋了 油鍋很危險 不錯 因為這樣子的餐點 真的很配一點 就小酒這樣子 可以 很不錯 不錯 會想去對不對 會想去 有甜不用砍頭 謝謝醫生 好吃 謝謝